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是疯狂的迷恋 我从未放弃爱的人脸 都想永远住进你的视野 往事随风而过 用心经营一切 人们都怀念从前 为了去舞蹈在我之间 这次换我许下永恒誓言 人几家的信念 温暖整个季节 人几家对我来 你又下错了 我快点 这没事吧 肿瘤可 这我这一天 马上能憋死吧 这一天能拿多少钱 今天上午 我们一共有四台手术 有两台是从急诊转过来的 还有两台 通知心外和脑外的医生 一起过来会诊 哎呦 哎呦我这骨链刚长了 让你这个转的 你没事吧 一个骨科的病人 怎么会跑到我们科里 来瞎溜达的 来来来 你闭着眼睛走路呢 你这个人真是 小心啊 咱们俩好像认识 这在哪见过 我这脑子怎么想不起来的 认识 娟子 李丽娟 是是 张秋萍 是你啊 张秋萍 你好 你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脚崴了 对不起 哎呦你还是那样啊 我知道你当大夫了 可不知道你在这家医院当大夫 你看多巧 今儿在这碰上了 不一样不一样 这当大夫的 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的 你看看这气色多好啊 你才没有变呐 你看看你 浑身上下 都不是当年笑花的风采啊 张秋萍 少许快开始了 哎 好 我知道 你还给人做手术呢 这是我的工作 那救人要紧 快去吧 快去吧 行 赶紧把病人送到病房去吧 等我忙完了我来看你 好好好 走 嗯 走 她是您这儿的 她是我们主任 可权威了 主任 对 都当主任了 您慢点走 吃药好点吗 哎呦 别动我 什么点了 财奶啊 你一早上忙什么呢 你都干什么呢 现在才把饭送来 这 这不没到吃饭点的吗 没到吃饭点 你吃饱了 我还饿着呢 这不是给你做烧茄子呢 我跟你说 我要吃烧茄子了吗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你这人 你说你都忘了 你买什么西瓜 那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你可真有钱 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挣多少钱你买西瓜 吃点西瓜 这个时候这不去火吗 我摇火吗 我摇火吗 你 你没火吗 你没火 你 你说你发这么大脾气 干什么呀 嫌我发脾气了 看谁没发去你找谁去 你说你怎么了这是 吃枪药了吗你 我这年轻时候 我也是一笑话了 至于我的人排长队呢 我怎么就瞎了眼 看着你这个窝囊废呢 我是一步错步步错啊 这一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了 这一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了 行 行 叔叔 听门犯啊 没有 我给阿姨一碗 我知道 你想吵我知道 你走 我告诉你小孩死了这条心吧 我闺女就是架不出去 又不能找个二魂 你走吧 阿姨 不是跟你说了 我不让你来 咱们又来了 回去吧 阿姨 给您做一下汤 那走吧 走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啊 我怎么说你两句还扭头就走了 那么大脾气啊 没有 我想抽烟去 这楼道能抽烟吗 给我弄饭去 走吧 走吧 妈 小疯子 一到了晚上喝了一点酒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 你喝那么多干吗 没喝多少 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身体任何好处都没有 我说你这个孩子 你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管着你 那是绝对不行的吧 妈 那您希望 我给您找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只要是对您好的就行 这话是您说的 你找得着吗你 这个项目你们俩都谈得怎么样了 你可以去抓紧时间啊 是 接个电话吧 谢谢 妈 什么事 明明回来了 他们上次说起吃饭的事情 他们想改在今天 你没有问题吧 可以啊 要是后 方方也会一起来的 那 那也只能这样 等他们定下了吃饭的地点 我再通知你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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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子 还没吃吧 小萍 你来了 别别别别 别吃方便面 我给你买了一点广东的针脚 挺地道的 不吃这个 吃点方便面 走 我这就喜欢吃 你看你麻烦了 还给我买一块针 不用那么客气 咱们是老同学 挺地道的 针脚真好 一块吃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吃了 你吃 你回头外面吃 没见你赔床的 别提了 孩子们这两天给我闹别扭了 闹什么别扭啊 就是我那一女儿 老大不小了 整天忙她的工作 到现在都不找男朋友 我跟她爸真是着急上火啊 秋萍真的 你认识人多 给学摸学摸 我女儿二十七岁了 是做那个吧 我 互联网你懂吗 就是智商行业 其实娟子啊 能够从事智商行业的女孩子 都是我们社会的精英 你给你这眼头高 给找一个 不过有人一样 什么 不能找二婚 不瞒你说前两天有个男的追谈 你说你结过婚你就结过婚 你说明白啊 还瞒着呢 有什么可瞒的 这不是欺骗小姑娘的感情吗 我急了 给她轰走了 其实啊 对于那些离了婚的男人呢 我跟你的观点有点不一样 我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会不会 你说的什么玩弄感情啊 不负责 那是极小的一部分 但大部分离了婚的男人 我觉得还是一些事业有成的 因为双方个性太强 他合不到一块去 他不得不离婚 他是生活无奈呀 是不是 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会对他们 下一段感情特别地在乎 他不停地会去总结 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保证不再犯那些低级的错误了 还有离我婚的男人呢 我觉得年龄都 都偏大 他们懂女人 躺女人 不是有句话吗 女人才是男人最好的学校 你想啊 他们手里都已经有毕业证了 他们都曾经被以前的女人 调教过了 你用的是现成的 何了而不为呢 还有这么多道理 我可真的不懂 但是我女儿是个黄花闺女 我不能让她找二婚的 妈 快吃饭了 大夫您好 都几点了 怎么才来啊 您阿姨都给我把饭送过来了 秋萍 这就是我女儿 叶儿 叶儿 这是你张阿姨 说我同学 就在这个医院当大夫呢 这么巧啊 那个 谢谢你啊 给我妈送吃的过来 没有关系的 举手之劳 但是太难得了 您现在能够下厨房 给爸爸妈妈做饭的女孩子 能有几个呀 能那么孝顺 你爸爸妈妈的女孩子 又有几个呀 你太有福气了 秋萍 我还不是自夸 一二三这方面表现特别好 行了 妈 你们慢慢聊 我给你去把饭盒写了吧 好 来 来 不是我说什么 你这个女儿啊 像极了你年轻的时候 你们两个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她太迷人了 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还那么斯文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如果我儿子现在没有结婚的话 我会把他娶回家里来 给我当儿媳妇的 大夫怎么样 大夫当然好了 我就喜欢穿白大褂的男孩子 看起来多斯文哪 是吗 娟子 我不能跟你再聊了 我得查房去 如果有了下一步的消息 我打电话通知你 秋萍 这事要是办成了 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谢谢你 何止是吃饭啊 十八个蹄胖 我是没人 没问题 当然当然了 好好养病啊 好 再见 有空我来看你 好 一二 你对大夫怎么看 大夫 大夫 白衣天使就此扶生 走哪儿都饿不死 走哪儿都受人尊敬 大夫挺好的 就是 给你找个大夫怎么样 给我找大夫干吗 我又没生病 少给我装糊涂 我说什么你明白啊 你张阿姨说给你找个大夫 妈 我有男朋友了 别瞎在我行吗 你男朋友不行 我不同意 分手早晚的事啊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他跟我在一起生活 又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生活 我们在一块儿开不开心 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我拜托您了 别瞎参谎行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有男朋友 拜托你还有那个张阿姨 别再给我找男朋友 我不需要 你这孩子怎么干 妈 你干什么呀 这孩子 你就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我真受不了了 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 亲亲的孩子 林林真乖 真总是 亲家 一凡 你们来了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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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呀 看谁来了 快去呀 叫爸爸 快去呀 叫爸爸 林林 快点 叫爸爸 喜欢吗 爸爸 林林 可记得爸爸吗 妈 林林 你还没叫奶奶呢 叫奶奶 奶奶好 你好 来 奶奶抱抱 她已经很重了 行行行 你长高了 你长胖了 先生 入座吧 好 跟奶奶坐啊 一凡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次回来 住多久 应该会待上一段时间吧 烟花很大 你还是老样子 走吧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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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东西用筷子 用得有模有样的呢 是不是呀 爸爸 这次带林林回来 她能住多久啊 你放心 我这次一定让她多陪陪你 谢谢 吃什么 来 一凡 来 叔叔 那好 你也敬奶奶一次吧 好吧 来 我们也干个杯 喂 林林 要说祝奶奶身体健康 祝奶奶身体健康 谢谢 好 我是不是比以前老了 我倒是觉得 比以前漂亮多了 你比以前会说话了 玉凡 来 来 玉凡 把手收给我 我要牵着你的手 玉凡 今天晚上陪奶奶住 玉凡 对啊 奶奶会给你讲故事的 玉凡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了 还有啊 奶奶给你做的虾肉蒸饺 玉凡最喜欢吃了 你都忘了 记得吧 好吧 好孩子 来 我们走 我们先下去坐车 玉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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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凡 爸爸会给你打电话呢 谢谢 这对我妈来讲很重要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叔叔 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请了司机 在外边等着呢 这个呢 是玉凡的东西 里面有她的洗漱用品 晚上睡觉的时候 玉凡一定要抱这个小熊 千万别忘了 再就是 临睡前给她喝杯酸奶 门呢 留个小缝 这孩子怕黑 好 我知道 那我走了 再见 是吧 怎么回事 一路又频道 就要美味的 你怎么过来 你 bran鲑on 你 realmente有意思 还没有 你 我先和牛派 在这儿子 我先走了 我去哪儿子 你把这儿子 你把鲑on 你都不想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真对不起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你今天下午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真的吓坏了 我以为 你听了我爸妈的话你不高兴了 所以你害怕了 所以你退缩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感了呀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喽 不哭了 不哭了 你爸 我真的已经翻了 我相信我好像离不开你了 妈 妈 轻一点 刚刚睡着 妈 您坐 什么事 搞得深深密密的干吗呀你 怎么了 我跟您说个事 妈 我打算结婚 您有女朋友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们俩交往一年多了 之所以没告诉您 是因为我们俩想 等确实稳定了之后再告诉您 时间越久 我们越来越觉得 彼此是自己喜欢的 所以 现在才告诉您 这女孩子多大呀 做什么工作了 比我小五岁 做生意的 个体户 开了一个童装店 生意很火 开在什么地方 妈 别为那么想心心了 开了一个网店 网店 开网店叫什么工作 妈 跟网店怎么来了 行行 不要跟我谈那么多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必须如实回答 什么学历 大专 本科 大专 小才快点 专业很好 既然专业特别好 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不去那些大公司上班 妈 开网店怎么就不正经了呀 现在网店特别火您知道吗 那我就真的不明白了 她的父母怎么就这么纵容她呢 开网店就是纵容吧 妈 您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婚 那她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爸以前在报社 现在准备效益不好 去年内退了 她妈以前也是一个会计 她妈现在做什么 开了一个店 什么店 买彩票的 我相信你回答我的时候 你自己都觉得难没起 卖彩票 卖彩票也叫工作 我的妈呀 妈 我个人认为 这些都是外界因素 关键是我们两个人喜欢 她觉得我合适 我觉得她合适 再重要的我们俩在一起有共同语言 我就是搞不明白了 你怎么会跟一个开网店的女孩子 会有共同语言 当然妈也明白 现在自从你跟杨汪汪离婚了以后 你心里很有挫败感 所以你现在要找就找一个很差的 人家很好 好吧 好什么 怎么好法呀 是 你现在处在一个被人仰视 被人崇拜的位置上 你心里自我感觉很好 但结了婚 不是一个仰视和俯视的关系 这样的话你们之间的距离 会越来越大 隔阂也会越来越大 妈 妈 妈 咱们先别说这么多吗 你先见面再说行吗 见面谈什么 你妈又不是一个赌徒 我对卖彩票是不感兴趣的 再说了怎么谈我们都是不愉快的 我跟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这不出院没一个人来呢 这不出院没一个人来呢 又没良心呢 都不给我办出院手续 我怎么出院呢 有个人把自己说得这么可怜 谁说没人给你办出院手续的 阿姨 办完了 我们走吧 办完也不告诉我一声 这我什么可告诉你呢 是办出院手续又非结婚手续 走了 你先出去 妈 你就不能给个好脸色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任一文今天是特意请假 出来接你出院的 我又没请他来 那 那你想怎么回去啊 你想溜达回去啊 等你溜达到家 你这腿上算是白痒了 院子算是白住了 反正我脚已经好了 我可不坐他车啊 别跟我妈计较 她就是一老小孩 说是一老小孩呢 你妈有那么老吗 阿姨 你别生气 双双跟你开玩笑呢 其实啊 她特别关心您 她知道那阴车 还特意让我去买了画梅干的生肖片 就在那旁边 你看见了吗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啊 就跟我讲一声 我开得慢一点 那是任一凡特意跑大老远去给你买的 阿姨 阿姨 医生说您腿不能走 来 我背你 没事 没事 我背着 我背着 来 不用背 你怎么了呀 没事 小姐 你小心点啊 好 不用背你去 没事 来来来 我扶你 我扶你 这楼梯有点抖 没事 这不是陈大姐吗 嗯 这 这是怎么了 前两天崴脚了 没事 没事 这 这小伙子是谁啊 是 我男朋友 慢点 阿姨 别扶我 我没那么硬传种 听过来也听话啊 喝水吗 阿姨 那先这样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想吃点什么 这孩子儿都有问题啊 问你想吃什么 问你想吃什么 我妈的意思是 要留你在这儿吃饭 那我吃什么都行 要 要不咱们到下面馆子吃吧 我请您 刚把我背上了又下去 折腾我啊 燕儿 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 随便拿出来做俩菜 那 我来帮你 好了 我们可以开饭了 走 你爸今天有饭局 双龙爷演出 家里就剩咱们三个 燕儿 去拿点白酒 不 我跟伊凡喝一杯 不 阿姨 我不能喝酒 别去 阿姨 我其实不能喝酒 您也看到了 上次喝了那么一点 把你们家弄得一塌糊涂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喝点酒挺好的 酒后土真言嘛 阿姨 其实那个事儿 不是有意瞒着您的 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 才告诉您跟叔叔 杨范范就是我的那个前妻 说实话她挺上进的 她对生活 对工作要求都很高 对她来讲 就是男人不着家 不是坏事 她倒是觉得没有地位 倒是挺挺不好的 跟她在一起三年 她不太像个妻子 倒是像一个 经常催我叫作业的一个客代表 这家 对别人来讲 是一个 能卸下包袱的地方 但是对我来讲 每次回到家 比上班还累 真的 有时候我挺不愿意 回到那个家的 说实话就是 跟她结婚这么多年 一点乐趣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 我跟双爷也挺合适的 如果您要是不同意 我可以一直等 一直等到您同意的那一天 你跟你前妻原来是这样 你跟叶儿的事 管我同意不行啊 还得你妈同意 我已经跟她说了 你妈什么态度 她说 找机会要见见您跟叔叔 好 那好啊 那既然你喜欢叶儿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这样吧 那我爸那边呢 你爸听我的 吃饭 我不是跟你说过 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 妈 怎么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呀 您 她是我女朋友 您 您是我妈 您见她是应该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根本就不想见她 妈 就算我求您了 就算您为了我 您见得她行吗 也耽误您太多时间 好 她们儿去 我呀 就是上辈子就欠你的 妈 您同意了 如果要见面的话 时间得由我来定啊 当然了 只要您肯见 随便安排 那就这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哎 哎 就这么定了吗 哎哎 哎哎 没干完呢 那 哎 哎哎 哎 好嘞 走吧 哎 哎哎哎哎 我这样真的可以吗 那个 你看我裙子会不会太短了 你妈会不会觉得 我看起来很轻浮啊 你快告诉我妈 当然不会了 真的啊 盛月 我觉得你紧张起来 特别可爱 那你这意思就是 我平常不可爱喽 行了 行了 行了啊 别整了那么多毛病了 各自到 来 进来 好 怎么样 你们家也太大了吧 这还大呀 好大啊 妈 妈 哥 你今天怎么在家呀 你不是去上 这 这 是 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 小静 这是我女朋友啊 穿双眼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就双眼姐 哎呦 天天听我哥提醒你 今天终于见着活的了 怎么样 好漂亮啊 哥 你眼光真好 嗯 你妹也好可爱啊 你那帽子真好看 帽子 妈呢 对 妈呢 说好了 双眼姐姐一起来吃饭呢呀 我打电话也没人接 哎 这 没事 那么大的事 交给我了 我来打 好 我来打啊 好 你别大人 给人倒杯水喝呀 走 妈 您在哪儿呢 干嘛呢 哎 您是不是在超市啊 我没有在超市 没在超市 那你在什么地方呀 哎 那个 哥已经把女朋友都带到家里来了 您说你要是不在家这是不是 有点不太合适 你看见那个女的了 啊 要不 我来找你 我来 您在这儿干嘛呀 人家家里等好久了 你还在这儿看书 那个女孩长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我文静静的 跟我哥还挺般配的 她家里的条件你清楚的吧 专科没有毕业 没有正经的工作 现在在什么网站上 开一个卖衣服的小店 家里的条件也是一般般的 这样的女孩我不同意 不是 您不同意的话 还把人家约到家里来 完了您坐在这儿 不 这样不好吧 不就要策略吗 现在你的哥哥 被这份感情冲昏了头脑 满肚子的什么儿女情长 还跟我说她要娶她 我得想点办法 让她冷静冷静 妈 这事我得说说您啊 我觉得这事您做得有点过分了 人家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 您要是对人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应该面对面地把话说清楚嘛 对吧 您不管人家见面 人家心里怎么想呀 你不是才刚刚跟她见了一面吗 就被她拿下了 我明白了 看来这个女孩 还真的是很有心计的 行行行 那我不说了 这事我不掺和了 行吧 我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你等会儿去 坐下 说说你自己的事吧 我什么事啊 你男朋友的事啊 我哪儿来的男朋友啊 你忘了 我给你介绍的 她的妈妈是我的病人 阿伦 她家里条件不错的 做生意的那个 那个 妈 那个 我 我 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我 我真的有事 我 坐下 为什么一说你的事情 你就给我掉头就要走呢 我已经把你的照片给人家看了 人家对你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见个面寸可以吧 您把我的照片给人家看了 您把我的照片给人家看 那是我的照片 您经过我同意了吗 您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是为了你好吗 妈 我的事您不管了行吗 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 真别管了 我有事我走了 妈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 您去哪儿了 医院里有点事情我提前出来了 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 你怎么出去了 不是说好后天才见面的吗 妈 不是后天是今天 我现在正忙着呢 我挂机了啊 妈 这次就是我不好 我没有安排好 我妈也是 她居然记错时间了 记得后天了 你妈根本就是成心的 不是 干吗成心的 她又不想见你 干吗约你出来啊 林凡 我问你 你跟我说实话 你妈是不是看不起我 书彦 都是我没处理好的 那这样 每天我再安慰一次好不好 生气受委屈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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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妈不好 妈 妈 你送我了 回头你赶紧把这些东西 送到芳芳家去的 他们回来的时候 东西就带得少 你说这些玩具 还有衣服 都是孩子马上要穿的 妈 你跟芳芳说 把孩子给我送过来 在我家里再多住两天吧 下了飞机就住一个晚上 就说明什么呀 不还跟美国一样吗 我就是见不着这个孩子 我现在要见那个孩子 我还必须要跑到他爸那儿去 妈 来 您先坐啊 先坐 我给您说两句 您 您坐 您说什么 有什么话说 妈 我结婚呢是个大事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嗯 我不想再拖了 我想请您拿出一个时间来见见她 我不想见 见了也不会同意她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她的学历不好 工作不好 妈 这些都是外界因素 我找的是一个人 她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 您见了她一定会喜欢的 行 妈 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也别不高兴 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听了您的话 我没有尊重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次就算您不同意 我也会跟她结婚的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你跟杨芳芳离婚了 责任全在于我 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你妈会寒心的 没错 为了你和杨芳芳婚姻的事情 我是操碎了心 但是后来呢 后来是你们两个自己过不下去了 你们是背着我偷偷摸摸地把婚离了 怎么可能现在把责任 全赖我一个人头上了呢 妈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您当初怎么说的呀 说门当户对她学历也好 工作也好 什么都好 结果呢 这不还是离了吗 妈 结婚您应该很明白 是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品好的 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您干吗总这么逼我呀 那好 你跟我说句实话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是 见了她父母了吗 见过 父母什么意见 那什么意见 觉得很好 我们俩很合适 非常合适 那好啊 见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很合适 我何必要去做这个恶人呢 我见 我不但要见她 我还见她的父母 你把她的父母一起约来吧 我手上的父母 恶儿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争取来的机会啊 真的 你妈真的说要跟我爸妈见面了 怎么这么突然呢 我是说这段时间我妈真的很忙 安排了很多手术 这好不容易才挤出时间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了 我爸妈那边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之后赶快把那个时间地址 发到我手机上啊 点儿 我现在觉得呀 有一种苦惊干来的感觉 妈 妈 你差不多了吗 我都快好了 好了好了 来了来 来了 老头子 我帮你蹭蹭一下 我这个衣法特别上档次 平时舍不得穿 肚腿会这么美 受不了 是 我说啊 人今天双样是主角 你穿那么花色干啥 跟姐姐俩似的 会不会说话 今天第一次跟亲家见面 我穿得好一点 这是给一样撑面子 好好好 亲家啊 叫得够亲的啊 这才几天哪 态度转变得真快啊 妈 你差不多了吗 我都快好了 你要是不帮我参谋 就滚一边去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曾经我徘徊在 这城市的人潮 是你忘记我 许诺我年少 想谁来迟的你 我竟这样遇到 是否命运都无法预料 我要知道 爱会不会好吗 听听我的心跳 听你拥抱的每一秒 我在祈祷 祈祷爱情永远这样好 不会为分别被离而烦恼 不会为分别被离而烦恼 回忆只有彼此的微笑 今夜月光笼罩 楼中的纷扰 星星的雪角 在天空一角 梦见傻傻的你 在我耳边问到 我会陪你到老好不好 你也要知道 你是如此重要 爱如茶刚刚好 偶尔虽又笑笑 争吵我再祈祷 祈祷那个永远到不了 不会为分别被离而烦恼 回忆只有彼此的微笑